联合国大会举行总辩论 我国友邦接力为台湾发声 包含了巴拉圭总统 马绍尔群岛总统 史瓦蒂尼总理 都认为台湾应该成为联合国体系的成员 而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 今天在中常会上 也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 并未涉及任何台湾的地位 这是世界民主同盟的高度共识 呼吁未来朝野协商 讨论2758号共同声明时 应该要朝野一致 如果跟国际同盟不一样 将是很严重的事情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正式登场 各国领袖或代表都出席 不过台湾却无法参加 有邦们不仅连绵致函 更在未来峰会的时候 纷纷在现场替台湾发声 要求落实联合国代表的 普世人权价值 即不遗漏任何人的愿景 而且台湾能为世界贡献心力 纽约办事处也举办台湾友谊之业 多位友邦领袖外交首长跟美国外交军事委员会 资深参议员都出席 重申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重要性 总统赖琴德在中常会上 也认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 并未涉及任何台湾的地位 这是世界民主同盟的高度共识 也是台湾在历史上难得的机会 若我国的国会提出的共同声明 跟国际同盟不一样 那将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联居朝野的力量 加上国际友人挺台力道 都是要凸显台湾的重要性 记者小米先生台北报道